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专栏 我是沈维琪 今天透过Zoom来邀请到的是商业法律师吴雄杰 吴律师 吴律师您好 Kathy好 观众们好 吴律师我们知道相比于贷款 全现金买房是非常直接简单而且过不快 那么买家的信息安全性也相对的是比较高 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因此它这种购买方式在美国的房地产交易中非常的适用 可是最近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份长达38页的 美国国家安全反腐战略 那么内容除了寻求外国政府协助增进金融透明之外 还针对以现金买房美国的房地产的定例新规 所以呢它这样做就是因为要防堵洗钱嘛 那么首先节目一开始就要请吴律师 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它这个规定具体的内容有哪些呢 它其实它这个东西的话有五点那么多了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的话 其实放在第二点里面 对在里面有牵扯到这个用现金买房地产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说这五点来说 那这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说 它要做一个美国政府这个反腐败这个努力 它要把它做成所谓的这个现代化 还有它要去协调啊什么 还多增加一些资源啊什么的 OK 但这个都是战略嘛 就是战略上它需要做的 所以的话它可能会多设立一些机构 多增加一些人员 还增加一些的这个budget的话呢 来进行这一个事情 这个就是说有关这第一点 OK 那这个第二点的话也就是最主要的了 就是说所谓要来阻止这些所谓的这个 非法的融资或者说这个资产的一个转移了 那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呢它包括一个呢 它说将来要来这个 有关这些财务转移的这个东西 其实信息的话更加透明化 透明化的话就让大家就能都知道 这意思 然后的话呢 那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说来那个房地产那方面的话呢 它也说有些如果是现金的话 它会现金来买房的话呢 它会再再多增加的一些的规定 那其实的话呢 现在来说 OK 在它这个法案增加之前的话呢 那现在它是美国这个财政部啊 里面就有一个部门专门说 是有要求 如果你买的这些房子 30万 如果都是现金的话 买的住宅 是住宅 不是商业的 住宅超过30万的话呢 它就要去报 要报到这个政府那里面去 所以这是现在的这个规定 OK 那因为拜登的这个政策 也只是一个策略嘛 他没有一些细节的东西 里面只提到说 对这个东西 我们也得要加强管理什么的 因为他这个当天 那个12月6号的时候 他出了拜登出了这个战略以后呢 然后这个美国这个财政部呢 马上就说 我们要在我们现有的这个 这个现在已经有这种规定了 那我们想征求意见 他其实还没有通过 还没有通过 他就要征求意见 他呢提出来说 OK我们将来 对于这个现金买房的话呢 会更多的要求 他说OK 我们不要只限于这个住宅 他说他也要包括这个 所谓商业的东西 他说 那另外一个呢 他说我们也不要限30万 他说任何的数额 都要报 然后呢 因为原来的时候呢 他只要求这个银行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来报给他们 现在呢 他说我不单单是银行 我要全世界 当然所有的签 这个有关这个房地产 对吧 商业也好 这个住宅也好的 所有的相关人员都要来报 这包括什么 X国公司 公正行 对不对 还有产权公司 还有如果说这个签示 有律师帮他忙的话 或者会计帮他忙 房地产经济 他说所有的签示到 这个房地产买卖的 知道这个事情的人 都要去 去报给他 所以他是问 这个东西 大家是不会同意 但是这个房地产没有通过 那我是觉得 最起码 其他行业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 如果他就要求 像这个律师 说 如果你发现了客人 又欠缺买卖 就要去报上去 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会跟 有一个律师的 条例会有 有冲突 对吧 因为有时候 像这种 信任 信托的责任 有关客人的东西 你不能随便的 告诉第三方 OK 所以这个将来 跟这个律师的 准值这方面 那我不知道会计 或者是法律者 经济那边 他们有没有 他们的要求 对不对 说 这些资料 不能外录的 这种东西 那将来 这个东西 怎么来协调 或是一个问题 所以的话 不知道 反正他现在说 财政部下 中心意见 想要这样做 那还没有 没有新的 东西下来 说就一定要这样 但是一般来说 多少 他肯定会多增加 一些的要求 一些上报的情况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现在如果你要用 现金买房的话 你还是会被查 你的一些 背后的 可能你这个 现金的来源 但是他 他还没 决定的 就是更进一步的 查契的方式 还没有确定 不过现在 已经确定 就是说 你买房超过 30万的话 他会来查你就对了 对对 如果你买住宅 用现金 超过30万的话 现在本来 就是要报 在拜登出现在 这个防腐的 这个战略之前 就已经有 那一旦他这个 防腐战略出来了 那财政部 马上就很兴奋 跳出来说 我们已经有这个东西 那我也要修改一下 我要配合你 这个总统的 这个战略 然后怎么样 来让这个战略 做得更好 就这个意思 但是还没有通过 没有其他的细节 或是方案 还没有通过 那么我们知道 很多买房子的人 他不一定是要 在海外生活 他很有可能是将 自己的子女 送出来读书 然后买房子 也是给孩子住 所以就是牵扯到 亲属赠予 那么亲属赠予的买房 也要往上报吗 也要的 反正看你 这个只要你牵扯到 现在说 只要你这个 牵扯到现金 是30万的话 那你就要报了 不管你这个钱 是什么目的 来只是赠予也好 或者是来还债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 对 只是说他报 不等于要交税 就比如说赠予的话 那你按照你赠予 方面的税务来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对 我刚才听到 吴律师您仔细分析 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 我感觉资金起来 其实也不太容易 是不是 它其实不是一个房子 是一个战略 一个战略 一个战略 这个政策 所以的话 它只是说 等于一个大政策 我们要这样做 其实它等于说 OK 我们要来防止这个东西 让美国怎么样 我们不能允许这些人 利用我们的 美国的金融机构 来洗黑钱 怎么这 这都会影响 我们的司法机构 影响我们人的生活 怎么这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它提出来 那怎么做呢 等于它其实说的东西 其实都还蛮空的 对不对 像刚才说的第一个 我们要多设立点机构 多点人手 多发展款来做 第二个的话 我们可能要打击一些 防止这些 这些黑钱进来 对不对 包括房地产 先去买 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它要干嘛呢 它要追究这些 违反的这人的责任 但是怎么个追究 它也没有 没有方案 或者说做的怎么样的话 应该就是怎么个 怎么个重返 这个现在都还没有 就细节 对不对 这个第三个 那第四个的话呢 然后也是很空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要来维护和加强 多边的防腐的架构 就等于说跟别的 他们的合作的伙伴 或者其他的国家 怎么样来互通资料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就等于这个 然后呢 还什么增加 增加一些外交杰出 用一些外交援助 援助了这些途径啊 什么的 这些都是很空的一个东西 就是战略性的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 嗯嗯 了解 好 那我们现在来了点 具体一点的 就是我们知道 加州州长纽森 他签署了一个叫做 SB1079号的法案 那这个名字叫做 英文是叫做 Homes for Home Owners Not Corporations 那么这个法案的详细内容 是不是请武律师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其实这个法案的话 就是从今年121号就开始了 快一年 OK 那这个法案的话呢 它是基于差不多 0805年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次贷危机 次贷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的房子 保不住了 就要拍卖 所以那个拍卖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就很多的大的财产 他们呢就是 都给买下来了 而且都像班董一样 一买它不是一栋来买 它是可能是几十栋 几百栋一起买这样子 OK 所以的话呢 那它这个方案呢 当时的说来已经是前年的时候 欲望这个方案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疫情就刚出了 当时的话呢 这个加州政府这边 他们都会担心了 这个疫情的话 会不会很多人就工作了 又会又掀起另外一波的 这个房屋拍卖潮了 那这位呢 如果这些东西发生的话呢 我们不要像上一次 2008年的时候 次贷的时候 就给这些大的公司财团买走了 因为那些财团买走了以后 他们这都是拿去出租的多 当然也有一些翻新呢 又卖出去也都有 那时候那就控制了市场 日本让到让到 该真正需要房子住的人 通通的话就没有了嘛 因为财团都买走了 所以这个房子本意是这样子 虽然现在看起来 好像没有发生这个 房屋被拍卖这种情况 对不对 反正这个很奇葩 现在这个疫情的话 一些现象 大家当然想着跟想着现实出来的 这情况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法案出来了 就这样 就这个意思 那它具体的话 它是说怎么样来阻止呢 说让财团再买走这个东西呢 因为原来的时候 加州的这个法律据说 如果一个房子去拍卖的话 不管谁 好不好 你原来的屋主也好 你的朋友 亲戚 任何一个人 投资的人 或者财团去买 但是 不太可能嘛 对吧 如果他能买到当初 他就供这个房子 不会轮到这个被拍卖 但是他也说 万一他就哪里突然崩出钱来呢 对不对 然后就买到呢 他就说如果是屋主 屋主自己买的话 OK就那样了 他出的价最高的话 就那样了 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 比如这财团标价标 标了一个价钱出来的话 那个不final 不像以前一样 就那样了 然后他标出来之后呢 他就说OK 那然后呢 不许有拍卖的公司吗 就trustee 信团拍卖了 拍卖的公司的话 他会要求他们 会保持一个website 有一个website 一个网站 在里面说 什么时候拍卖的 哪个房子 什么地址 这多少钱 在这上面去公报 公告 这让别人去看得到 这个意思 如果别的人 那有其他的人 可以来抢走 就拍卖了以后 还可以来出价来买手 OK 这个就是说 如果是住在那个房子 里面的租客 他想要来买的话 他可以呢 就是说有45天的时间 出同样的价钱就好了 比如这个拍卖的时候 这50万 他也可以出50万 那就变成给他了 这个财团就没有了 那如果说 还有其他的人 说像政府的 一些非盈利机构 OK 或者专门有一些说 帮助人来 准备帮助人买房子的 也是一些政府的部门 机构的话呢 那他们的话呢 他们也有 也是有45天的时间 但是呢 他的出价就要高一点 高多少呢 多一块钱就好了 你50万 他那边就说 10万一块钱 那他就可以给他 像请教伍律师 在美国购买法派物的话 要注意哪些事项 移民要触犯法律呢 这个法派物的话 本身是蛮有风险的一个投资 我先说了 它的好处呢 就是说它本身相对可能便宜吧 那一般行业来说 他们大概七折 比如这个房子 值100万 他可能去投的时候 大概70万左右 就是那些人 比如说包括财团也好 或者小的投资人 他如果超过这个钱 他就觉得发不来了 因为这么大的风险来说 OK 但是你要想 我们能办价 或者就打个两折 就买下来 那你别想 OK不可能 因为有人会出的价格比你高 那它的风险就在于呢 就是说因为你拍卖的时候 第一个你没法去看房子 你可以在外面看 或者有地址 但你不能进里面了 因为它里面可能有很处 而它不像买 其他的一般的房子的时候 有时候有open house 或者约到经济进去 这个没有经济约 能进去看的问题 那至于里面搞成什么样了 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有一些屋主的 当然我房子被拍卖了 他就生气 然后把房子弄了乱七八糟 甚至把下水道都塞了 到时你进去 都有一样的情况 所以说你买下来 你要把这个 那万一不好了 要花钱去修 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产权的问题 你自己也来查找 到底这个产权清不清楚 或者说里面有没有 其他的那些所谓的 在房子里面的债权 对他这东西是这样 你去买的时候 那你就把那个人 要拍卖的那个 那一部分 你给买过来 对不对 那如果说有其他的令 在你买的这一个东西 前面 在你的前面的话 对不对 所以的话你这个 你这些你要 make sure 说你花这个钱 拍卖回来的话 前面的那些 全部都去付清了 所以这个东西 你就要查 查在到底 比如说你现在是老三的贷款 对不对 一个来自一个私人借款 然后没有付了 没还了 所以老三就要拍卖 你拍卖的时候的话 那你肯定 你的钱得要足够 去付了老大 第一贷款 比如买房子的时候 那个mortgage 可能老二又加了 有一个什么 净职贷款 对不对 哎 你要 make sure这个 那如果他还有欠的 这个地产数 要什么的话 或者 HLA的钱 的话 make sure 这些都去付清了 因为否则的话呢 如果那些没有付的话 你买下来这个东西的话 你还subject to那个 等于你花了这个钱 另外的 在房子里面呢 还有其他 你还要付 那这样的话 你就很划不来了 如果那个数是很大的话 所以这些的话呢 那你就要需要去 当然那经常做 去这方面投资人 他可能也会看嘛 如果他是不会看的话 怎么样 我去到哪去查 这个房子的产权 是谁里面有多少 一般人不知道 对不对 可能需要专业的 比如说产权公司啦 或者一些地产经纪 或者律师啦 去查一查 有没有tax 可能还要找会计 那有时候 你这个叫做很多功课 对不对 花了很多老大妈的时间 到时候可能你标价不够高 可能还要被人家买走 或者呢 他这种呢 经常往后延的时间 说好来说 那个一个礼拜卖 结果之后呢 他又往后延 所以要做 折腾了老半天 对不对 的话 突然时间 他说你一定 一直要在monitor 这个东西 对 而且的话 他拍卖的 这种东西的话 都是说要现金 对 你去的时候 他又看到 你有足够 写到了这个现金的 那现金支票 你都开出来 你要make sure 开出来 到时候你没买到的时候 你这个现金支票 还可以回到你的银行 去兑现 变回是你的钱 对不对 所以这的话 这个里面 这些为什么说 能有这个discount 对不对 去着左右 那是因为他有这些风险 在这里 嗯 了解 好 所以 法牌屋这个市场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涉足 对 不是一般的 对 你想 对 你想投资也是可以 但是就像你刚刚讲了 你最好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帮你的look out 否则的话 你可能会踩到坑 好 那我今天谈那么多住屋的问题 就是因为 其实你知道最近这个有一个在Oakland的这个老人公寓呢 他们竟然发现说他的这个天花板跟这个墙壁漏水很严重 然后物业呢也没有及时修理 那有些房子漏水漏到都涨霉菌了 那么之所以今天要来讨论是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变成是警察要出面来协调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房出租房子再怎么样应该是民事方面的 如果要打官司 还是民事怎么会有这个警察也要出面 所以我在这边请教一下那个吴律师你知道这个案子吗 对我知道我知道对 因为这个先说因为他是老人公寓才是用情话 对一般的人你说对 就是说哎房子住不管怎么样都是跟房东之间的争议吗 对吧上一期我们也说到对吧 这个作为那个联络对吧 这个房东的话有什么义务对吧 像我们说的你要保证这个房子适合人居住啊 对不对 这是其实或者保证他的安全 那如果他没做到这些的话 不说吗 对吧 你可以就用到叫房东来修房东来不修的话 你就自己花钱修了 修了以后可以在下一期的这个租金里面扣出来 对不对 或者甚至你就搬出去 实在你没钱了搬出去住酒店啊 搬出去的时候或者外面吃宿 比如说自书啊吃饭啊什么这个钱到时候跟房东要回来 等他修好的时候搬进来这个都可以 但是都是民事civil这一块 OK那为什么坚持到行事 那就是因为这个加州这个刑法啊 那个368条 OK就是他有一个说叫那个 elterly abuse OK就是虐待老人那么一个东西 那具体到他这个定义呢 就是说什么情况叫虐待老 对当然这个比如说 大家一般可能想象到的 比如说你打他 对不对 在物理上面的打他 这个就是肯定的嘛 对吧 或者说在这个精神上面的虐待 OK 对吧 身体或精神的虐待 OK 这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法案啊 那个368条的话 他还包括一些疏忽 OK 疏忽呢 就是说你该照顾的这个 是舒服性的没弄 那这个房子这个事情 要套的话 他们就套这一条 OK 什么舒服的话呢 就是说连续性的 对不对 这个老人供应里面 他都知道了 他们这个里面都有 天王板漏水啦 还有还有一些煤菌啦 什么之类的 真的说了很多次了 老子不来修 或者修 随便的修 都没弄好的话 那这个是严重的一种舒服 对老人 对这个老人的话 大家如果是65岁以上的话 这个老人的话 那你对他有舒服 照顾啊 看管的话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在财务上的 叫凡天说abuse 财务上的一个 就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 跟他拿到钱的性质 从65岁以上的人 不管他是给你一个礼物啊 或者用遗嘱 或者赠予的情况 拿了这些钱的话 有可能是这个 说老人的 的那个abuse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警察来 因为他们是 看会不会 造成一个形式 而且这个的话 LDWs的话呢 可以是重罪 也可以是轻罪 嗯 OK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就是要警察 来出面处理 那回到房子本身 如果房子漏水的话 那当然绝对 是不适合居住啊 对不对 怎么说呢 漏水 看他漏得多严重啊 对不对 他可能如果一个地方漏 那他修了就可以做了 或者短期的 对不对 不能下面放一个房子 那你长期漏 或者很多地方到处都漏 对不对 那就不行 嗯 那除了漏水之外 还有哪些情况是会 将来在法院里面 会被认定是房东的疏忽的呢 都很多啊 房东都 只要属于房东的义务 他他就是说 疏忽的意思就是说 你该做的东西没做到嘛 对不对 或者没有跟一般的 这样来来认真努力的来做嘛 这个就是疏忽嘛 那这样房东当然他 首先他有一个 很有一个义务啦 对不对 我没有义务 那我什么疏忽 我要跟你不用做的事情 对不对 他需要做的东西嘛 像这个你保称他的 适合人住 对不对 漏水的那门窗 这些里面有啊 如果他的门都穿得动了 窗的话里面 那个 你都都漏风了 或者那个玻璃都打烂了 这个的话你房东 你都要来弄 还有说话你得有热 一定要得有那个暖气 OK 但你可以没有冷气 但一定有暖气 OK 那还有一般正常都需要的一些 一些东西啊 可以可以做饭啊 这里面啊 什么的 对不对 那个锁 都有锁 对不对 或者说公共的地方 你得有安全 像楼梯啦 什么这些 对不对 或者parking lot 你不能有空空洼洼的 楼梯服务好 你要摔 那这个你房东西要负责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吴律师 那么也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好的 拜拜 拜拜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那这样子 我们下期到ает